今天就想和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出外旅行買旅遊保險 在旅遊保險裡面有十幾二十行的保障 哪一樣保障是最重要的呢? 今年2024年我就很幸運 有機會可以跟到三間不同的保險公司的一些高層 就跟他們溝通一下究竟在前線 我們同事去跟人客買一些我們叫一般保險 無論旅遊保、家區保、家用保、車保、公司保險、水火險類似 我們都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 還有給他們一些feedback 究竟賠償賠得好不好 或者近來那天好像去年又洪水又打風 究竟應該怎樣提醒客人 怎樣買會保障好一點 也因為有三間不同的保險公司 我有機會跟他們開會 我就了解到原來每間公司的強行不同 還有他們重點的產品都不一樣的 變相就會有分別 價錢當然大家不同 跟平時我們的資源醫保也好 跟危疾現金保險也好 意外保險也好 同一樣我都是同一個理念 不是方便買不是便宜就叫好的 我都很希望將這個想法給所有投保人 保險在客人心目中 以前年代未必過客人買的 過去這五年疫情之後 大家都比較緊張自己的身體 甚至乎政府 也有找杜姐在電視買一些廣告 提議大家去旅遊一定要買旅遊保險 就令到大家意識強了 在旅遊保險裏面 人客我想早十年前 不是所有人客買之餘 還要他們買保額好小 象徵式 隨便買些 當時輕有三十萬的醫療保額 五十萬的醫療保額 或者六十萬的醫療保額 雖然當時市場都有八十萬的保額 都有一百萬的保額 但通常客人是不買的 那麼大 他們通常都是選最便宜的計劃 都不是每個客人買的 他們覺得用什麼 出去幾天而已 有時去日本四五天 多一點 當你六天來 有沒有必要 還有有時客人覺得 哪一隊有這麼巧合 因為出外旅行是想著去玩 去打卡 去開心 吃東西 真的沒有想過 有時會入醫院 或者有意外 沒有想過 我自己覺得 在十年前 人客的意識真的不強 不過在這五年加上疫情 因為疫情影響了很多的航班延誤 令到很多人客覺得 反正無論公幹 特別有些真的要做事的 早點買 因為如果真的有一些原因 特別的原因 而令到他們的行程要取消 有某一些旅遊保險 是可以有賠償 如果你訂了一些機票或者酒店 當中 很多人客都不太重視醫療費用 那醫療費用 他就包門診和住院 但是如果一個人客 打電話給我 我都會不厭其煩地跟他說 要買最大的保額 無論一百萬 一百二十萬 或者一百五十萬 甚至乎有些計劃 去巡額保二百萬 或者可以雙倍 賠多些 有些賠大額些 那為什麼我會 多口再掏的客人呢 客人買三十萬五十萬 六十萬八十萬 和他買百二萬 百五萬 二百萬 在我的角度 保費非常便宜 有些可能一百多元 有些二百多元 有些可能三百多元 買多一點 就四百多元 真的很小的保費 大家可想而知 我們真的不是主力做旅遊保險 不過 為什麼真的這麼小的保費 我都要問客人 買大一點吧 醫療 因為當我們去到其他國家 我們不足於當地公民 真的有起突發市 不論意外或者病 收費是非常昂貴的 去旅遊 通常未去過那些國家 有時候他們就沒有這個想法 也都沒有想過自己會病 覺得象徵式買少許就可以了 我都會提到客人 如果你去外地 特別是去歐洲 醫療費更加貴 歐洲、美國也是 如果你不買到最大 有起事就真的不夠賠 真的有這樣的個案 我自己有些客人 不過今天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一個部分 第一部分 我就一定提一下 醫療額 怎樣都要買超過一百萬 這是最基本的 差在它買到八二、八五、二百 買足夠些 二是什麼呢 就是 原來不同的保險公司 他們在那個緊急熱線裡面 那個服務都是有分別的 有某一間的保險公司 他們就是自己有這個 旅遊的緊急業線 變成那些客人 真的在外地發生什麼突發意外 病也好 很快他們直接打電話去 阿布德鴻馬 就會有人幫到他們 但在其他外面 大部分的 一般保險的 旅遊部公司 他們都是 我們叫外判式 只是和一間機構 而那個機構主要就是 負責緊急熱線 醫療運送 是一個醫療機構 就是和他們合約 合作 所以當個人客有緊急事的時候 他打了去本公司的Hotline 然後又要再轉 打1、打2 才轉到那個緊急服務中心 這裡就轉接了 這是第一 又好看個人客那次去旅行 去什麼地方 近期我們有一個師兄 他就有個人客去一帶一路 談生意的地方 誰知道真的遇到病 緊急要做手術 但是當地的語言溝通不到 人客就買了一個旅遊保險 在網上自己買 很多人客都是這樣的 覺得簡單、便宜、便宜、便宜 但是誰知道 他打去那個緊急熱線 沒有辦法幫到他 在言語溝通 這個很重要 因為言語溝通不到 真的處理不了 幫不了 很多時候人客在外地 他們病 他就會打去熱線 就說我附近哪裡可以看醫生 緊急熱線就知道 他在哪個國家 哪個城市 就會找他就近哪裡 有診所或者有醫院的 就說到地址 當然那個接線生 都要他的語言溝通得到才行 而這麼巧 只要這次的客人 他去那個地方 就比較新開發 變了那個旅遊保險 那個緊急熱線 就在言語溝通 都不是最理想 那怎麼辦呢 總之客人就 幸好就買到高端醫療 部分在市場上高端醫療 都有那個緊急熱線服務 不過他就有限額的 保障 有些限500萬 有些限1000萬 當然旅遊保也好 買一些漂亮的plan 他就沒有限制的 是unlimited的 額OK 因為你包飛機送你回來也好 那些都很貴的 大家不要看輕 從大灣區 緊急運送回來香港 這麼近 都要五六十萬 因為你要包醫療團隊 運送回來香港 再過境 然後再交給香港的政府醫院 醫療人員接管 那裡都要很多錢 緊急醫療運送非常重要 剛才我提到 其中有一間一般保障公司 他們是直屬自己整個部門 很有財力 做這個緊急熱線 當人客真的買了這間 旅遊保障公司的時候 人客就可以很快 去打電話問到 也能處理到 找到哪裏有醫生去看 剛才那個就是在一帶一路的國家 言語不通 原來這次的客人 不單止遇到言語不通的問題 還遇到什麼呢 就是在一些未發展的國家 他們進入醫院 是需要收案金的 你沒有錢是不會醫你的 以往你說在 有些旅遊保單 或者有些個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叫中國支援卡 有些人客經常回國內 都可以說 見到那張卡 就預先幫他有案金 本公司承諾 會幫他之後有機會可以結帳 變成那間醫院 見到那張卡 就如見現金 就肯醫他們 就變成他不用馬上有cash 因為都有一些人客 以前有講過經驗去旅行 去到一些偏僻的地方 可能撞車 一些未發展的國家 有機會 可能都會有人來 見你撞車 個個都受傷 可能都會偷你的荷包 有機會 你明明身有錢 都可能沒有錢 被人偷了 或者撞車那一下都撞到亂了 都不記得 顧銀包去哪裏 當你去到醫院的時候 你身是沒有銀包 沒有錢的時候 人家又要你給案金 怎麼醫治你呢 你會建議那些人客 例如有些公司的團體醫療保險 都有包一些叫中國支援卡 給一些員工 或者人客都可以自己買一張中國支援卡 那張卡是另外一袋 我們建議那些人客分開袋 變成你分開袋 萬一有人包被人偷了 跌了也好 你還有那張卡 人家見卡就如見現金 這個意思 就起碼肯醫治你 緊急 說回剛才那個案子 未發展的國家 他需要給了按金 才肯去醫治病人 幸好人客就買了高端醫療 在旅遊保那裏幫不了手 因為剛好那個接線生 那段時間 他們就沒有一個 跟他遠遠溝通得到 而剛好他自己又有買高端醫療 我們就用了高端醫療那個緊急熱線 就立即打去查詢 而那個緊急熱線也都溝通得到 那裏有人跟他言語溝通得到 溝通得到之餘 亦都這麼幸運 講得到那裏當地的醫院 就接受 由這個本公司可以幫他人客 就不需要給現金 現在他們都肯立即去醫治他 這個也是很幸運 因為有時候不是我們 想不想做免找數服務 而是你都要當地的醫院 就是他信 那間保険公司 信真是我們會當他找 那麼巧那個負責人 他又OK 這樣變成了 就令到個人客 就可以在當地醫院 就不需要按金 可以做到治療之外 也都可以有免找數服務 做得到 這樣就 最後個人客就治療完之後 跟著就真的平安回香港 我聽完師兄說這個case之後 我就發覺原來高端醫療都很重要的 雖然市場上很多高端醫療 這個緊急熱線服務裏面 補的補額 有些可能是很小的 可能補五百萬 有些可能補一千萬 但你別看輕 原來有起市 免找數服務 在一些國家 原來都是這麼重要的 也都幫到個人客 相反 個人客買了旅遊保險 那個熱線這麼巧那間 又幫不到他 有起病的時候 或者有起意外的時候 究竟哪份保險幫到呢 真是沒人知道 不過 就叫做我們有買 就是有選擇 鋪多條路給自己走 最近我也有聽一個佛教法師 講到 其中有一個學生就問他 究竟佛教裏面 講的智慧是為什麼的呢 法師就說 其實智慧就很簡單 就是你懂不懂得選擇 當你懂得選擇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會快樂 就會離苦得落 我覺得好像很簡單 今天我都是給大家的 idea 買保險就是給自己多些選擇 那最後 好似說的 有兩個買兩個保險 又買高端醫療 起碼有緊急事的時候 都有更加多個選擇 給自己 去幫自己解決問題 希望今天我們的內容 對你有啟發 如果你都覺得 我們用這個方法 去把保險的價值 和不同的投保人 去講都很好啊 也都歡迎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都希望有更加多朋友 可以和我們一起 把保險不同的功能 去講給更加多的投保人知道 讓他們明白保險的新概念 我是會不會問你 我們應該會找不到 我們也可以找到